主持人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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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金 今天我們要介紹韓版的活動副本 叫做 冬天的洗洗者 那就是南面 首先我們打開這個编子模擬器 進入到電腦暖影裡面來 那這一個副本啊 一樣是有這個前置任務要解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活動說明 一樣來這邊 來個活動呢 這個有冰冰的這個 這是他的扛棒 那扛棒他沒有寫耶 有測試的大獎 有龍鑽 還有紅槍 紅弓 基本上都是英雄類的武器 英雄階級的一個紅武 還有這個吸血的鎖鏈劍 然後這次還有強化這個臂甲 有藍色這個臂甲 鬥士臂甲 跟那個 神色臂甲 也會在這次的獎勵品裡面放出來 我們先點進去看一下 那活動是兩個禮拜的 到直九號 然後他這邊 等級到六十等才可以參與這個活動 活動的目的就是 前四任務就是 消耗三百個葉子 消耗三百個葉子 你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然後拿到這一張傳送卷 這一張傳送卷會傳到 他的副本地圖那邊 然後可以去打怪 那傳送卷的使用CD時間是十分鐘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兩張的話 CD時間就是要等十分鐘 然後 然後 副本 就是個人副本 單人的 然後 限時五分鐘 五分鐘之內 之後他都把你傳出來 然後 是安全區域 然後裡面有一隻小怪 叫做 傑克南瓜 這隻傑克南瓜 這燈籠 燈籠人 打一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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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幹掉之後 就會隨機出現這三隻之一 有這個冰人 雪怪 跟這個冰之女王 隨機出現 那這邊 這邊 大家下面有提到 那這邊 BOSS會噴這個 基本的獎勵 那基本的獎勵 有這個龍之鑽石箱 那這邊有五個 七個 十個 這是對應 如果你隨機出現的是冰人 你就會拿到五個龍之鑽石箱 雪怪的話會給七個 然後 冰之女王會給十個 五個 但是十個的差別 對 所以冰之女王 這也是大獎 大獎的BOSS 然後 還會隨機掉落這個 就是 紅便捲 紅便捲 像是騎士啊 黑妖 紅族 就是進戰類的 就是死亡騎士 然後槍手就是 基地獅 基斯帝 然後 龍體的話就是三隻 翔薇 三隻 龍便 好 還有戰鬥點 這種 然後這次的特殊 就是隨機道具 隨機掉落的一個 道具有這個 英雄武器箱 一樣是給對應的英雄武器 但是 王主跟騎士 就是 那一把奧端啊 不要對王主跟騎士 有那麼的期待 一定都是奧端 然後還有這個 戒指啊 人力戒指箱 喔 這 人力戒指箱我不知道哪一個 但是我知道這一個 第二個是 壁甲 就是 神社壁甲 跟鬥士壁甲 會依照你的職業給 給予 然後還有人力殘缺 人力 內衣之類的 然後這一次的大 的這個小獎 有這個 住屋卷跟住房卷 直接都給你祝福的 所以有噴的話就是好東西啊 不然就是龍鑽的香而已 那基本上 活動作品都這樣子 那我這隻角色已經 已經 已經 把三百的葉子解完了 然後 再拿到一個 這個 卷軸 那我這次 已經累積了兩個卷軸 就是剛剛那一張 跟現在這一張 總而言之我這 現在就有兩張 然後我們現在就傳送進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19號就會傳出 好 進去 進去就是傳送到這個地方 然後有一隻白色的這個 南瓜 好像不會死 所以小小都起了 我拿回去 走 他滿掉 啊 啊 冰冷 冰冷就是裡面最爛的 最爛的意思就是他整個 光線比較不好 要 差 就是他 只是給五個箱子而已 五個那個 龍石鑽石 欸 有吃到東西耶 應該都是便選那一些的 所以他有吃那個 龍石鑽石 這一個嗎 兩個變人卷 那十二個是什麼 十二的這個啦 龍石鑽石之類的啦 龍石鑽石 龍石鑽石 龍石鑽石好多喔 什麼 對 龍石鑽石 對 龍石鑽石 對 龍石鑽石一樣也可以五個 大家講過 對 對 好 變成拳 變成轉機器 基本上這個副本是沒有那個 沒有副本技能類用 所以比較單調 AEA波子都死掉了 基本上是很簡單的 看一下有沒有副本技能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等了我十分鐘 我們先回村 等了十分鐘 看能不能再 等十分鐘再進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打第二場 應該過十分鐘 一樣是這個蘭瓜要登龍 剛剛有吃了這個 紫王形式的併生犬 所以他要擺 他好像也不會放什麼 啊 又是不是冰人 這隻 進戰的兵人 他好像有說到外面啊 所以外面我卡住 沒關係 已經被我們幹掉了 一樣是值得一個 值得一個這個 龍之珍珠 兩個冰燈卷 龍之鑽石 這個山頭卷 這樣就是這一些啊 基本上這個活動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看運氣啊 就是進去打 看能不能碰到冰之女王 然後看Boss 會不會掉英雄武器箱啊 或者是其他的箱子啊 可是 式的活動基本上就是打葉子的 所以你不用額外的去打 一些 怪物啊之類的 很容易就可以舉著這個門票 然後我們門票就可以進來這邊打 然後怪物又很弱 一隻A都可以把他打死了 不用操控操作啊什麼的 也不用靠本身裝備要躲強 基本上 天堂天的活動都很好啊 都很容易過關 那如果你趕著 需要解 300個葉子 你也可以來 解這個 試煉副本 像如果你70等以上 他都會有這個 20 20 60 70 80 90 100 120 120個葉子讓你消耗了 所以基本上你 解完試煉副本 就得以消耗120個葉子了 所以 其他的180個葉子 只能打個半小時的怪物 就可以完成了 這很快速的一個 一個活動 好 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點選喜歡 並訂閱頻道 感謝你